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119集 秦晨他们仔细地搜索了半天 平台之上的确是什么都没有 至于秦晨之前幻想的天地本源自然也不在这里 虽然秦晨不知道天地本源是什么模样的 但是如果天地本源真的在这里 那么秦晨不会没有一点感应的 可如果不是天地本源 这里又是什么地方呢 为什么血脉圣地历任的会长他要守护此地呢 嗯 呼的 秦晨看向了一个石台的一个角落 他总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些古怪 主人 这个地方有问题 古尊人也感应到了 走上前来 他手轻微地伸出一探 呼的 前方的虚空荡漾了起来 一个无形的阵门出现了 这阵门散发出浩瀚的气息 惊得秦晨连连后退 脸色发白 这个石门上竟然有一个阵门 而且气息之可怕 让秦晨也变色不已 这地方 就在秦晨他们疑惑万分的时候 呼的 一声惊疑的声音响起 刷个一下 大黑猫出现在了平台之上 目光闪烁一脸的惊疑 大黑猫 你认识这地方 秦晨无语 自己怎么把大黑猫给忘了 以大黑猫的眼界或许知道些什么 你们 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大黑猫 脸色沉重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秦晨皱眉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大黑猫的表情如此凝重 你们 你们恐怕惹麻烦了 大黑猫沉声道 惹麻烦 大黑猫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秦晨沉声道 无论是那石门的禁止 还是这里的镇门和石台 都不是现在血脉圣地能够建造出来 此地 极有可能是远古时候 血脉圣地的顶级强者所建造 并且 至少也是圣级强者才有可能的 大黑猫道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里应该是一个特殊空间的通道入口 是通往更高一界的入口 更高一界 秦晨几个人 大惊失色 你是说天界 一旁的古尊人也是吓了一跳 我不知道 但是这镇门的气息 的确是通往更高一界的入口 有可能是天界 也有可能不是 大黑猫摇头 难道 这世上除了天界 还有别的更高一界 秦晨脱口而出 但是他说完 就知道自己白痴了 别的不说 一摸大陆 那就是比天舞大陆 更强盛的威面 当然 天界是各大威面中最顶级的界面 但是除了天界 你也知道 天底下还有更多的威面 比如一摸大陆 但是实际上 一摸大陆的层次也并不高 一些比一摸大陆强得多的大陆 也不是不存在 而那些界面 也可以称之为上界 而这个入口 本皇虽然不知道是通向哪里 但是 从镇门和气息上来看 绝对是一个远超天舞大陆的界面 甚至比一摸大陆还要可怕上许多的界面 有可能是天界 但是 也有可能是其他界面 不过 这里面散意出来的气息比天界弱很多 很可能并不是天界 而是其他的界面 大黑猫凝重的 他仔细地盯着前方的阵门 有些喃喃的 不可思议啊 这里 竟然会有一个界面入口 奇怪啊 一般的界面 都是极其稳固的 根本不可能出现镇门这种东西 而一旦出现了 往往都是大能者所制造出来的 比如说 冤魔之主 当年从天界下来 强行撕裂天舞大陆的界面 那是不可能的 会导致天舞大陆的崩溃 而且 冤魔之主 本身也会受到天道的压制 因此 冤魔之主想要进入天舞大陆 很大程度上 是通过撕裂开一个裂缝 通过某种手段压制自己的修为 这才能安然地进入到天舞大陆 而这里 竟然出现了一个稳定的入口 即便是大黑猫 也是无比的好奇 主人 我恐怕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这个时候 古尊人也惊颤地开口了 脸色发白 身躯颤抖 众人纷纷看向了古尊人 古尊人并没有第一时间解释 而是难难道 主人 难道你不好奇 属下虽然达到了圣经 却为何在天舞大陆吗 为何 秦晨皱眉 他之前也曾想问过这个问题 须知 武者突破圣经 便可以武破虚空 进入天界了 按照道理讲 古尊人曾经是圣经强者 完全是可以进入到天界的 可是 他却陨落在了天舞大陆 秦晨之前想到的时候 只是认为古尊人应该是没有第一时间进入天界 毕竟跨入圣经之后 并非是直接就能误破虚空 还是有一个期限 可是现在听古尊人这么一说 难道不是吗 主人 其实并非是属下故意留在天舞大陆 没去天界的 而是 属下当初突破圣经之后 根本无法误破虚空 甚至 不但是属下 远古时代 天舞大陆不少强者都跨入到了圣经 但是确实 无法武破虚空的 古尊人 缓缓的 什么 秦晨吃惊 这怎么可能呢 难道说突破圣经 就能够武破虚空 都是假的吗 秦晨凝重地问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的世界观就完全被颠覆了 因为在任何传说中 武者突破圣经 都是能够捂破虚空 济入天界 不可能 大黑猫也在一旁道 化入圣经便能捂破虚空 这是因为天舞大陆的天道 无法承受太多圣经的强者 而一旦武者突破了圣经 便能感悟到一丝本源法则 会受到天界力量的召唤 怎么可能无法武破虚空啊 大黑猫冷疼道 本皇所在的时代 武破虚空的人比比皆是 甚至本皇 说到这里 大黑猫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 立即闭嘴了 主人 猫皇前辈 属下并没有胡说 而是事实如此 古尊人苦笑道 其实猫皇前辈说的没错 远古时代之前 武者突破圣经 便能够舞破虚空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远古时代之后 突然有一天 整个大陆 猛然地传来了一阵巨阵 整个大陆都在忽明 当时大陆所有的强者 都感受到了这一次震动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甚至有很多高手纷纷探查 都没有探查出原因 好在那震动 只是维持了片刻 很多人也就没再多在意了 可是从内治后没多久 天武大陆上 一些突破圣经的强者 就没有舞破虚空了 他们发现 自己感受不到天界的感召 惊恐之下 他们纷纷想要舞破虚空 却发现 自己竟然无法舞破虚空 什么 秦晨他们听了目瞪口袋 整个大陆在一次震动之后 竟然所有强者都无法舞破虚空 这怎么可能呢 而属下则是在那次震动之后 才突破的圣经 自然是无法舞破虚空的 只能一直停留在天武大陆之上 古孙人苦涩地说道 无法舞破虚空进入天界的强者 这恐怕是最可怕的圣经强者了吧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大黑猫沉生了 天武大陆的历史中断了一些时间 具体多久属下不记得 毕竟属下当年 云落后沉睡了无数年 但是 估计一下 大约是在两万年前吧 古孙人呢 两万年前 大黑猫一证 他比古孙人的历史要早 古孙人所说的那段时间 他沉睡在天魔秘境 后来 离开秘境之后 的确是发现 天地间发生了一些特殊的变化 但是 具体什么变化 大黑猫一时间也没看出来 难道是因为 无法舞破虚空的缘故吗 他心中一沉 无法舞破虚空 那他该怎么办 你先前说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怎么回事 秦晨 立即 沉声问道 他感觉 古尊人才说了一半 古尊人 没有直接回答秦晨 反而是 出声问道 主人 你知道 血神海 是怎么来的吗 秦晨一证 这他还真不知道 当即 转头看向了 傅乾坤 傅乾坤身为 血脉圣地的会长 应该会知道一些 血神海 传说是 远古时代这里 发生过一场大战 无数圣境强者陨落 最后形成了血神海 而那一战 我血脉圣地 诸多强者陨落 包括当时 最顶尖的 血脉圣地高手 为了祭奠 我血脉圣地的 诸多高手 才决定 在这血神海中 建立的圣都 傅乾坤 沉声道 这也是他血脉圣地的隐秘 但是他能知晓的 也就只有这些了 秦晨吃了一惊 无数的强者陨落 形成血神海 这要多少强者啊 这也太恐怖了吧 古尊人 顶点头道 你说的没错 血神海的确是因为 无数强大的 强者大战而形成的 可你知道 血神海这里 为什么产生大战吗 傅乾坤沉默 这个他自然不知道 血脉圣地这样的历史中 并没有讲述 其实 原来在这血神海 所在的位置 是天武大陆最富饶 也是最核心的位置 在这里 有无数的真脉 无数的富饶地方 甚至是武裕的根基所在 古尊人难难道 难道 是为了争夺这些宝物 而发生的大战吗 傅乾坤咒命 古尊人哭笑 这里虽然有 无数的宝物和真脉 当时诸多强者 也都无比际遇 可是在远古时代 天武大陆的 天地资源无比浑厚 天地间到处都是 真气充裕的地方 而我们都是天武大陆的人 除非脑子有问题 才会去毁坏自己的根基 让天武大陆 变成这副鬼样子 你说当时 强者会不会这么做啊 难道不是这个原因 秦晨疑惑的 古尊人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古尊人似乎陷入了 回忆中的 当年天地震动之后 天武大陆的诸多圣经强者 都无法突破虚空 大家都极为慌乱 毕竟身为强者 谁都想进入更高的位面 去提升自己 于是 当时天武大陆诸多的 顶级强者们 聚集在此地 彼此讨论 想要知道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无法捂破虚空的 如何才能再度进入天界 但是 众人都始终找不到原因 而就在这一天 众人准备再度 齐去此地 进行商议的时候 五欲之中 发生了再度的震动 然后 虚空中就出现了一道裂缝 并且 一个比当时天武大陆 所有圣经强者 都可怕的人 从那裂缝中 亮亮腔腔地飞着出来 如果是以前 秦晨定然会惊讶地询问 天武大陆 所有的圣经强者 都是什么人物 可现在秦晨却明白 天底下高手太多了 无论是冤魔之主 还是当初 镇压冤魔之主的 恐怖强者 甚至 异魔族的魔主 都比天武大陆 绝大多数的 圣经强者要可怕 圣经 这不是终点 在天界 甚至只是个起点 古尊人 继续道 感受到了那股气息之后 当时天武大陆 所有的高手 全都聚集了过去 也看到了那个人 那个人已经是 浑身伤痕累累 可以说是受伤极重 可是他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息 却让所有的 天武大陆 圣经高手震撼 并且明白过来 对方只要是 伤势痊愈 哪怕是天武大陆 所有高手联合起来 都无法击败对方 所以 就发生了大战 秦臣立即问道 古尊人点了点头 那人倒也算客气 他知道自己受伤 并且受到天道的压制 所以说 自己来自天界 因为天界发生大战 产生了破碎 危难之中 才无意来到这里 只要等他伤势恢复了 他就会立即离去 你啊 什么 你说天界 方生大战破碎了 大黑猫刷的一下 出现在了古尊人的面前 惊叫的 秦臣他们也大吃一惊 天界破碎 这怎么可能呢 何等力量 能让天界破碎啊 可联合之前的 古尊人所说的 秦臣脑海中灵光一闪 难道天舞大陆之前的震动 是因为天界的破碎吗 并且天舞大陆 圣经高手们 无法捂破虚空 也是这个原因 古尊人被大黑猫吓了一跳 秦猫道 嗯 这是从那裂缝中 闯出来的那位强者 这么说的 当时听到这话 在场的诸多圣经高手 全都想到了一个可能 是不是因为天界破碎 所以他们才感应不到 天界的召唤 并且无法捂破虚空 进入天界的 可就在他们准备 仔细询问对方具体情况的时候 就看到了对方 看着天舞大陆 赤裸裸的眼神 并且 所有人都感应到 此人在暗中吞噬 天舞大陆的天地本源 并且无法捂破虚空 正在暗中吟